1. 病症读通道,脏腹读经络,1. 头上的病症,脚下读,2. 顶上的病症,脚跟读,3. 腰上的病症,腿中读,4. 踝关节以下的病症,腕上找,5. 腕关节以下的,脚上找,6. 腕关节以上的病症,脚下找,2. 寻找低方法,病症,读点,气到口,一定要疏通, 1. 什么叫气到口,颗粒,筋结,包括,条索,隆起的,皮肤颜色发黑,发白,发红,发硬的,棉花状的包块,这些都是气到口 2. 怎样找气到口,病症找通道,通道上找毒点,顺毒点找气到口,气到口,要用手慢慢的摸,一定有一个节节,要把节节点按开,背部的病症, 后气到,前面的病,外气到,生殖系统,内气到,椎体的,支气到,气到是一片区域,而不是一条线,任何一个病症,都有一个表征,先把气到口打开给一个邪气的出口, 2. 然后从下往上疏通,松解开表面症状的节节,如颗粒节节,筋锁,调锁等,就像打仗一样,先解决外围的感受,外围就是表症,一定把气到口松开,病症就消除了一半,要明白疾病,气到口是关键的钥匙。 2. 二,二步是落仓,中意叫扶症,通过落仓来调动物质能量,疑,胆,脾,心,肝,脾,肾,肾,落仓的目的,是为了加打气血循环,带动动脉,经脉的供血和回流。 3. 第三个步骤,最关键的一步,筑器到以打的位置,加几穴位置,一定有很厚的硬节节,一定松开从下往下,边时点按,把大玉块松开,同时把深层的筋节松开,两边都要疏通,操作很关键,这是疗效最关键的细节。 4. 举例,气血疏通的方法,如糖尿病,高血压,1. 糖尿病的,气到口,也是打开糖尿病的一把钥匙。 糖尿病因为代谢综合症,故不止是一个气到口,表面症状非常多,如,眼睛模糊,肾损害,腰,腿疼痛,糖尿病足等病发症,背部有非常多的大面积的硬款。 糖尿病的外气到,在胸椎的部位,一线部位,胸椎平行外移,皮肤颜色发黑,发白,发红,发硬的,棉花状的包块,这些都是气到口。 这些症状也是找到气到口的关键所在,并证堵通道,暂幅堵经络,一,胆位置,后气到和外气到的重叠位置,也是气到口,与其他部位的位置,是绝对不同的。 糖尿病在外气到和内气到,找气到口读点,读点在胆的位置,在脊椎上胆愈的位置,找经节,经节消失并证消失。 第一个步骤,先把表症消除掉,疏通气血通道,外气到。 第二步是落脏,落脏肝,皮,肾,心,肥,中意叫腹症,通过落脏来调动物质能量,一,胆,肥,心,肝,肥,肾,肾。 落脏的目的,是为了加打气血循环,带动动脉,静脉的宫血和回流,糖尿病最好五脏都落,足绝因肝足,太阴披经,足少因肾经。 圣经的气到口,一定用手把点,按松解开调锁状,它在脚内环下1.5碎位置。 第三个步骤,最关键的一步,筑气到一胆的位置,加几血位置,一定有很厚的硬节节,一定松开从上往下,边时点按,把大玉块松开,同时把深层的筋节松开,两边都要疏通,操作很关键,这是疗效最关键的细节。 通过三个步骤,完全让糖尿病恢复到正常人,调动人体的物质能量,利用脊椎的能量疏通知气道。 2.高血压的,手绍印心筋的小指的第一节,为高血压的气道口。 这点非常重要,心包经文首部的知气道,左先方没有热感,疏通无效,心筋小指第一关节,为心的气道口。 心筋往上上横门上三寸处,应当有包场或调锁状读点。 1.1松,2分钟点按后,左先方应当有发热,否则疏通为无效。 足绝印干净的太中学位置左右,湿气道口,不要揉,右点按,松开。 足太阴皮筋为大拇指内侧第一节,三阴交,染骨学,足少阴圣经八月一丈海学位置。 两条腿都要疏通,两条胳膊都要疏通,一天一次十天,那四次休息两天。 第一步,手双策的小阴心筋疏通,打开气道口,消除表征,然后再手心包经的知气道,松解节节读点,落脏。 第二步,在足缘音,足少音,足太音分别打开气道口,松解,然后落脏干,皮,肾,心经和心包经。 心包经就像是个知气道,心包经是胳膊的知气道,疏通心经之后,疏通肝经,大脚指锁在位置有非常僵硬的地方气道口。 可扎针或点按,千万不能按柔,按开后,顺经落网上点按到落脏处,在踝关节上以1.5寸处为一堵秘籍处。 当你把这些理念用在你的致病思路中,会发现有非常多的惊喜,转发是一种美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